端午節快到了 如何應景又能夠吃粽子吃得更健康呢 衛福部基東醫院院長林三琦 營養士主任張黃瑜以及營養師林玉婷 直接用自行調配的食材 利用芋頭玉米以及燕麥的圓太來取代糯米 以及使用鞍唇蛋代替高鈉的鹹蛋黃 用豬腿肉來取代高飽和脂肪的三層肉 和用價格親民口感相近的鷹嘴豆 來取代粒子包出高鮮DGI 也就是低升糖指數 兼顧健康營養又好吃的郁郁香米粽 提供大眾特別是有三高的民眾 在端午節吃健康粽的好選擇 我們今年研發的主題是用DGI高鮮低鈉高甲 去作為發想的 專門針對三高的民眾設計 可以安心吃的粽子 剛才有提到非常多的粽子 在爆香的時候會使用到豬油 那我們在爆香的時候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油 才可以減少飽和脂肪酸的攝取量呢 這邊給大家三個建議 第一個可以用芥花油 台灣非常常見 非常豪買 它是屬於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的油 第二個是苦茶油 第三個是橄欖油 這三個都是屬於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豐富的油脂 我們用來小火爆香呢 也是比較安全的 好粽也要配好醬 營養師林玉婷除了開發出玉玉香米粽 也調配出同樣兼顧健康營養的番茄好味醬 作為玉玉香米粽獨一無二的健康沾醬 玉玉香米粽再加上番茄好味醬 這一組搭配下來只有300大卡 但是卻含有5克以上的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這樣簡單吃一顆粽子再搭配一個醬料 就已經達到每日五分之一的需求量了 但是300大卡只有達到我們一個便當三分之二的熱量 吃得很划算 還可以再吃點別的東西 那別的東西可以搭配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到 我們現在吃到的玉玉香米粽 相當於我們的兩份全骨殘養類 再加上一份的豆魚蛋肉類 因此還可以再搭配一份蛋白質 一份蔬菜 一份主食 就可以吃得很均衡 但是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三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準備的樣子 其實不會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一盅湯 就是我們使用我們的玉玉香米粽 再搭配上一盅我們燉好的湯 就可以吃得很均衡 湯的種類呢 這邊也提供了三種選擇給大家選擇 不管是蘿蔔 馬鈴薯 排骨湯 或是苦瓜 玉米 燉雞湯 或是番茄 山藥 鮮魚湯 都可以很好地搭配我們的粽子 吃得均衡又健康 林玉婷也提醒大家 端午節要吃各種粽子 要吃得健康 除了要把握吃多少蒸多少的原則之外 要冷藏粽子時 務必要把握333的原則 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冰箱保存的時候要注意哦 我們冷凍的粽子啊 不能超過三周 冷藏的粽子 不要超過三天 煮好在室溫的粽子 不要超過三小時 我們遵循這個333原則來做記憶 冷藏不超過三周 冷凍不超過三周 冷藏不超過三天 室溫不超過三小時 這樣吃粽子才可以吃得 營養又健康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忽敬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